红米的老铁 昨天开着一辆蓝色奔驰TR 送来了一份邀请函 非常大的一个盒子 这次K50的宇宙重启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 毕竟卖了一年的神机 终于要更新换代了 这里边有一个车模 一辆奔驰F1的车模 非常漂亮 然后同时送来的 还有三个很厚的雅力板 是一个多层的散热结构 都是用在这次K50的新机里面的 也可以看出骁龙8系的处理器 给了这些手机品牌 怎样大的一个压力 然后用一个这样复杂精细的 一个散热多层结构 才能把这个散热给压得住 小卡片代表着这次K50宇宙 重启的时间 26号K50新品发布会 这次冷是一个关键词 也是一个关键字 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26号我们一起来看 K50宇宙的重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